拜登政府8月30日宣布一项拟议规则 将恢复并扩大对360万低薪工人的加班保护 包括确保大多数每周收入低于1059美元 即年薪5.5万美元以下的工人获得加班费 目前联邦政府规定的加班费门槛 为年收入35568元 雇主必须向低于该收入门槛的工人支付加班费 实际上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 劳工部就曾理议将加班费门槛提高到年收入4.7万元 根据当时的评估 全美将有近500万工人将享受到加班费 但这项努力遭到一些共和党州和商业团体的质疑 而被法院所驳回 劳工权益倡导组织和自由派立法者 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扩大家班保护 但由于薪资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 加班保护的努力在过去数十年中被削弱 美国国税局8月30日宣布 对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受巨峰伊达利亚 影响的个人和企业提供税收宽减 这些纳税人现在可在2024年2月15日之前 提交各种联邦个人和企业税表并缴纳税款 目前佛罗里达州67个县中有46个县符合资格 在这些县居住或经营业务的个人和家庭 有资格获得税收宽减 之后添加到灾区的任何地区 也将有资格获得税收宽减 当前符合条件的地区列表 可在IRS灾难宽减页面上找到 此外因为缴纳工资与工商税存款而产生的罚款 如果在2023年8月27日获之后 以及2023年9月11日之前到期 只要在2023年9月11日之前缴纳存款 就能获得宽减 个人和企业如果位于联邦宣布的受灾地区 并遭受未保险或未报销的灾害相关损失 可以选择在损失发生当年的税表 或上亿年的税表中进行申报 纳税人可在灾难年度的联邦所的税表 到期日后最多6个月的额外时间内进行选择 第11辆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移民巴士 8月30日抵达洛杉矶 当天 洛杉矶市议会通过了一项动议 要求是检察官办公室启动任何可能的民事诉讼程序 对德克萨斯州及其州长格雷格·阿伯特 或任何其他参与计划和行动的实体 采取民事诉讼 从6月14日第一辆移民巴士抵达洛杉矶开始 德克萨斯州至今共送来了11辆移民巴士 共载有435名移民 议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 呼吁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乔治·加斯康 州检察长罗伯邦塔和美国司法部长 梅里克·加兰德对同一问题进行调查和报告 该决议还呼吁县、州和联邦政府支持住房 安置和必要的资源 以确保移民在洛杉矶受到有尊严的欢迎 另一方面 纽约市议会领导成员8月31日公开致信联邦政府 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批准无政客工作许可 恢复移民局往常处理无政客申请只需30天的规定 加速移除他们的就业障碍 朝鲜人民军8月30日晚进行模拟战术和打击训练 回应由美国战略轰炸机参与的美韩对朝联合军演 朝中社引述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当天发表的报道说 在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进入高潮之际 美国于30日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和西部海域上空 派遣B-1B战略轰炸机编队 与韩国战机进行对朝联合攻击编队训练 针对该情况 朝鲜人民军西部地区战术和运用部队30日晚 在平壤国际机场向东北方向发射两枚战术弹道导弹 对韩国重要指挥据点和作战机场实施模拟战术和打击训练 导弹在目标岛屿上空设定高度400米处空中爆炸 此次训练旨在向敌方表明朝方的坚决惩戒意志和实质性报复能力 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正式发布新版地图 引起这些邻国的不满 菲律宾8月31日拒绝中国的新版地图 呼吁中国要负责任的行事 并遵守国际法义务以及海牙国际仲裁庭 2016年7月12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做出的中国依据历史性九段线 做出主权声索无效的裁决 马来西亚表示南中国海问题复杂且敏感 相关争议必须根据国际法 和平、理性地通过对话解决 已经就新版地图向中国提出外交抗议 印度周二通过外交渠道也正式向中方表示反对 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 这是中方依法行使主权的例行性做法 希望有关方面客观冷静看待 不要过度解读